我前兩三年有一陣子在大陸拍戲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住在大陸 住了大概七個月 就是在大陸飛來飛去 然後那時候因為劇組裡面 只有我一個台灣演員 所以我是 我那時候就有一點自閉 不太好意思跟人家出去吃飯 然後社交這樣 所以我只要收工 我就是回到飯店 然後一兩個月之後 我開始發現我都沒有講話 我就是除了上班 就是講台詞以外 我下班都沒有講話 我就開始有一點點覺得孤單寂寞 然後有點憂鬱症要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開始每天越想越多 然後都沒有辦法睡覺 好不容易睡著 可能五六點就會自己 身體自己會起床 沒有任何雜音 就自己起床 然後起床之後也就睡不著了 因為就一直想很多 然後很緊張很焦慮這樣子 然後後來好不容易有放假 我回到台灣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精神科醫師 然後我進去跟他講了我的狀況之後 他就直接開了那個安眠藥給我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安眠藥 我也沒有去過精神科 我是鼓起勇氣走進去 他直接開了安眠藥給我 我就去想說 我朋友他婆婆是 也是精神科醫師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每天看起來這麼閒 你怎麼可能會怎麼憂鬱症 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你就好好休息好好睡覺 然後我想說 好好休息好好睡覺 又來了 對我就是已經睡不著 就是休息太多 睡覺睡太多 不是 睡太閒 剛剛結束一檔戲 我休息一下不行嗎 就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我都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我才會提起勇氣去求助了 然後他居然這樣子跟我講 我就又只好又去找另外一個精神科醫師 他才仔細的聽了我的狀況之後 開了也是開了抗焦慮給我 然後後來沒有多久 我就開始可以自己睡覺 不需要靠藥物 所以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其實那個心理上面的那個疾病 跟感冒有一點像 你不理他 他就是會一直存在在那邊 除非你的治癒的效果很好 或者你真的是找到一個 可以讓你很放鬆的方式去緩解 要不然其實有時候靠藥物 你可以先讓自己不要那麼焦慮 然後再去慢慢的找到方法 調整 對 要調整 其實我跟你講人 我告訴你 太閒也會慌 真的 也沒有事幹 我跟你講再加上沒有朋友 我告訴你 憂鬱症 自閉症 什麼都來了 一定的 所以人家想要幹嘛 要走出去 人是群居動物 你要多交點朋友 對不對 我那時候對 我有一點不好意思 就是都不認識 然後那時候都不敢 人家約都不敢出去 應該很多人約你了 我想 對不對 他是不知道選哪一個 可是那時候後來出去 到後來人家也不約 就想說 你都不好約 算了 不要約你了 人就這樣子 我打你電話一次 兩次你不出來 殺喜對不對 我們打三次他不出來就算了 你如果有約我進入早餐群組 如果不能說不要想太多 那要說什麼 其實我們大腦大概有上千億個腦細胞 只要幾個腦細胞開始放電 其實你就會有所謂的想法 所以應該比較好的說法是說 那你現在在想什麼 有什麼念頭是你不喜歡 但是又揮之不去的 可能我沒辦法幫你解決 但是我情緒上 你想要做什麼行動上 那我一定支持你 舉有自己的案 你一個三十歲的一個警消人員 那他來找我的時候 一開始他就是要來看所謂高血脂 他其實因為警消的會有輪班制 所以他有時候那個班一變的時候 他睡不好 睡不好的時候 他拿安眠藥吃又沒有用的時候 他就輔助一點酒 來讓他盡快去入睡 久而久之 其實他的高血脂 跟這個有一點相關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根本不應該去動手術 你就是應該是把這個酒 把他戒掉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做簡單的運動 那可是他一聽到他就火大了 我是警消 你覺得我的運動量不夠嗎 但是實際上我們很多人 還是在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的工作即便在勞動 他跟運動是兩碼之事 在勞動的時候 你腦中不會產生愉快的腦內飛 你在運動的時候是會 這是兩個天壤之一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反正我還是用另外一個 我也沒跟他說不要想太多 我就是說 那你還是尋求 你自己可以緩解 你自己緊繃肌肉的方式 去做這下一步的一個動作 但是後來再追蹤 其實他的高血脂 並沒有降太多 雖然說他的酒 他有盡量去戒 可是他換成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 他好像要喝一點寒甜的東西 他心情會比較愉悅 所以無論如何改不掉 那我就說 那你想辦法 不要讓你自己壓力這麼大 他又很負面了 他又跟我講說 我是警銷 你覺得我的壓力要多小 多小 所以我剛剛給他提供的睡眠 工作壓力 其實他完全都沒辦法 而且另外一件事是說 你會發現他在跟我對談的狀況底下 其實這種類型自律神經失調的人 他都有一種焦慮急迫 甚至會跟你有一種頂撞的那種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非常的用委婉的方式跟他說 我想要協同其他科醫師一起來治療你 因為我覺得你的高血脂的確是有問題 那但是我覺得你的壓力 我們協同身心科來幫助你一些東西 那反而協同治療之後 一點點降血脂的藥物 一點點助眠的藥物 再加上身心科的這個抗焦慮的這部分 其實他血脂三個月內就回到正常 我們常常醫生常常就會說一個 所謂的幹化治療 我們常常會講你感冒 你心律不整 你自律神經失調 其實這幾個套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對 你坐在你坐的時候心跳慢 你起來都心跳快 那就叫心律不整 自律神經失調一樣 我稍微興奮一下我就流汗 那我現在坐著就休息 那你自律神經好像不太對 就叫自律神經失調 我們有時候會把這個名詞 太過於籠統地用在病人身上 可是實際上來講 是真的要協助病人找出最根本的原因 而不是一直去看 後面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 那因為我本身的職業是巫醫治療師 我碰到個案大部分都是什麼 肩膀 腰痛 膝蓋痛這個個案 那這類個案裡面 他們其實也最常有一個地雷的地方 就是剛剛說 你就是因為太常去動那個地方 你才會痛 所以你就是不要去動它就好 對 可是對他們來講 有時候他們是因為職業 或是他喜好的運動 就是得一直重複做這些事情 那你叫他不要做這件事情 等一下就是要他的命 那我之前就有一個 三十歲左右的一個個案 他是在做健美 那他那時候 其實他做一些推的動作 肩膀就會痛 那他也是先稍微看過一些醫師 或是看一些傳統整腹之類的 那就是他那時候看到 就是有些肌腱發炎 然後他們給他的建議就是說 那你就是先暫時 不要去做這些運動 可是對他來講 他馬上要比賽了 而且這就是他的工作 也是他的職業 所以他就很困擾 那那時候我後來 給他的一個建議方式 我沒有跟他講要好好休息 對 因為我就是先去看他背後的原因 去調整一些他肌肉的能力之後 他一個滿重要是調整他的課表 所以他還是可以去訓練他的動作 之後我調整他動作的方向 動作的軌跡跟模式 讓他可以在同時去訓練他的時候 不會去操到他的肩膀 那後來他也比較 有可以持續運動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建議之後 他也比較願意 follow我們的一些回家的功課 然後再搭配醫師開的一些藥物 或者一些那種熱療幫助修復 那後來就慢慢就好了 他就回到原本的正常運動 我錄外景節目去游泳 還沒有熱身就下去 我這個肩膀可能是受傷的 對 但一直也覺得他會治癒 因為那時候他三幾歲 我就想要治癒 後來久了久之 他就變得可能那種 對 到一個角度痛 這麼痛 我跟你講 然後還去按摩 要把那個筋推開什麼的 其實都沒有用 後來我就開局去做重訓 每次去的時候就先熱身 就這樣來回來回 好靈活 對 然後那個橫桿是不能鬆的 對 我跟你講 好靈活 現在好靈活 對啊 所以大家每次早上 抓一個什麼掃把 或抓一個橫桿 每次這樣就要運動 我跟你講五時間絕對不會犯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下一個經典的名句 多喝熱水 多休息 到底為什麼要喝熱水 為什麼要喝熱水 對啊 喝一般常溫的水不行嗎 冰水 冰水很好喝 但是 這就是直男癌的前三大名言 一個就是多喝熱水 多休息 一個就是說天氣冷穿外套 一個就是下班了早點回家 你是不會來接我 但至少就是叫我喝熱水的時候 我如果是比如說 驚奇來肚子痛 至少拿手出來給我五一五吧 我之前就是 因為我其實也是可能驚奇 你脾氣也不太好的人 對啊 很好 你剛剛轉的有點硬 有點聲音的轉折太大 沒有 我平常不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這只是我的螢幕上的樣子 我平常在私底下的時候 是非常的溫柔婉約的 那就 但是溫柔婉約的人 有時候還是會有那種待遇體質 我那個來的時候 從高中的時候就會很容易肚子痛 我還去看醫生掛急診什麼 都說我胃什麼 一定是抽筋的什麼 因為現在的人都會自己上網查 自己當林醫師 然後我就想說 不對 我這麼痛 我一定是有病 然後我就看說 有可能是骨盆傾斜 或者是什麼骨盆發炎之類的 而且常常坐姿不振 那我一定就是這個 然後我那天晚上就已經凌晨了 但太痛了 所以凌晨沒有醫生 我就只好去急診 然後就被護士小姐 媽說你這個真的 這來掛什麼急診 請你先去旁邊 然後眼看旁邊的人 好像也都很嚴重 然後我就再忍了一下 隔天就是去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科 醫生一看到我就說 你先去驗尿 你可能懷孕 我說不是 我沒有 原話 後來我就覺得我驚奇 就會影響我整個 非常不舒服的很多症狀 但其實檢查了 是都沒有問題的 但像這句 多喝熱水多休息 我後來就有遇到一個男友 蠻貼心的 他就說 好 我幫你準備那個保溫瓶 高階保溫瓶 喝燙口的那種 水就是要多熱 結果有那種冒煙的時候喝 是最好的 不好意思 我早上燙了八次嘴 沒有喝到一口水喔 後來 那個水壺不錯耶 那麼保溫啊 嘴破 他後來說沒關係 那你那個來 我幫你補一下 補一下 我帶你去吃人參雞 然後 吃了 不吃還好 一吃了我馬上嘴更破 不是 我停筋 我那天回家之後 就不滴了 還是你自己更年輕 你不知道 沒有 後來去看醫生醫生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吃的 我的體質就是不能吃 會停筋喔 會停筋喔 我不想再看到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醫副覺得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喔 不要哭啦 看到第二個筋 就是現在 脫脫 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